这是一部充满了情欲,诱惑,自由放荡,酣畅淋漓的故事 也是昆丁塔伦蒂诺唯一出演的情色片 哈喽大家好,我是蛋妹 故事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夏天 我们的女主角雷拉是一个对性很痴迷的漂亮女孩 一个普通的下午 雷拉躺在出租屋的筛发上观看色情影片 自读已经无法满足雷拉饥渴的内心 她决定出门寻找一个床伴 雷拉轻车熟路的来到一个派对 屋子里灯光昏暗 挤满了像雷拉一样寻求刺激的男男女女 雷拉的嗓子又干又渴 她跌跌撞撞的挤过人群 直到一双手臂把雷拉带进了洗手间 她打开水龙头喝水 一双手镜直出现在她的嘴唇下 甚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触碰到了她 雷拉抬起头 一个眉目深邃的英俊男子正微笑着看着她 视线相接 两个人都有些微妙的感觉 大卫 门外有女人的声音 男人最后看了雷拉一眼 然后出去了 原来这个男人叫大卫 虽然有一些微妙的好感 但大卫毕竟是一个有女伴的陌生人 雷拉没有忘记 自己今天的目的是找个一夜情的床伴 很快 雷拉就和舞池里的陌生男子热舞起来 那个男人紧紧的贴着雷拉 自然是对她起了心思 这样的人就是雷拉喜欢的对象 虽然大卫的目光也一直追随着雷拉 也许是顾及到身边的女伴 她并没有上前搭讪 只是一边抽着烟 一边用炙热的眼神盯着她 选好了对象 雷拉拿着包出了公寓 从包里摸出一个套子 递给跟在身后的陌生男人 而此时 大卫和他的女伴也从派对上出来 坐上了车准备离开 看到雷拉和男人在路边就亲热起来 大卫的女伴也热情的靠过去 主动坐到了大卫身上 雷拉和大卫隔着不远的距离 各自和床伴做爱 但两个人的目光却是锁定着彼此的眼睛 就仿佛此时正在一起的是他们两人 周末 雷拉骑车回家探望父母 却发现家门口的垃圾箱里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 甚至还有一个自己以前做的小花瓶 她疑惑地把花瓶拿回家 问母亲怎么把那么多东西都扔了 母亲回答雷拉 因为感情破碎 她与雷拉的父亲正式分开了 不久后她就要搬出去 在雷拉的记忆中 父母总是不和的 母亲也抱怨过无数回 雷拉的爸爸不愿再碰她 这也许就是雷拉痴迷于性的由来 在雷拉心里 爱情和婚姻都没有性靠得住 但当父母真的分开时 雷拉还是觉得难以接受 夏日的某一天 雷拉穿着漂亮清凉的裙子出门 路过家门口的一片草地时 坐在隔壁房子二楼窗延的大卫 一眼就认出了雷拉 她正是那完美丽性感的红发女子 再一次的见面仿佛是天意 大卫决定要抓住机会认识这个女孩 于是大卫追了上去 喧闹的街道上 雷拉在前面走 大卫就在不远处跟随 雷拉很快就发现了有人在跟踪她 当她转过身去 发现那个跟踪者是大卫时 一种惊喜 慌乱 甜蜜 兴奋相混杂的情绪占据了雷拉的心 当大卫加快速度走到她身边时 无措的雷拉跑了起来 大卫也跑起来追她 两个人飞奔过一条条街道 你追我赶的 直到一个小公园才停下 公园里有一些供儿童游玩的管道 雷拉欠身钻进管道中 大卫也钻进了管道的另一头 在管道里 雷拉解开了衣服 甚至把手伸进了内裤 眼神还毫无羞怯地指示大卫 面对大胆的雷拉 大卫退缩了 她钻出管道 飞适地离开了 等雷拉整理好衣服从管道出去时 附近已经没有了大卫的身影 雷拉的表姐快要结婚了 之前表姐和雷拉一样 有着开放而精彩的新生活 因为爱与婚姻 表姐放弃了那样的新生活 这使雷拉很诧异 正当雷拉坐在小公园的秋千上 思索着爱和性的抉择时 大卫出现了 与之前不同 这次大卫终于向雷拉搭讪了 她说我在找你 大卫邀请雷拉去她家坐坐 雷拉欣然同意 到了大卫的家 雷拉好奇地四处观看 而大卫则让雷拉在客厅稍等 自己进了卧室 雷拉在窗边的沙发上坐下 欣赏着外面的风景 这时大卫从后面抱住了她 大卫亲吻着雷拉的头发 雷拉也温馴地靠在她结实的肩膀上 两具年轻的肉体紧贴在一起 在客厅的沙发上度过了她们的第一次 急迫而激烈 雷拉问大卫是否有女朋友 大卫说有 但那一刻雷拉并不在意 雷拉离开时 大卫不舍得拉住了她 问她之后两个人可不可以约会 雷拉从不和别人约会 她只约泡 但是看着大卫害羞又期待的眼神 雷拉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大卫 大卫再一次吻了雷拉 一个不含情欲的吻 却让雷拉无限回味 也许她自己还没发现 那种觉得大卫与众不同的情感 正是爱情的萌芽 一天在雷拉工作时 大卫的女友突然出现在了她的公司 女友警告雷拉 大卫和她上床并不代表喜欢她 而雷拉在见到她时 不知为何竟然有些慌乱 这时母亲给雷拉打电话 让她回一趟家 下班后雷拉立刻回到了家 发现家具都被打包 母亲要卖掉这个她从小到大一直住着的老房子 在儿时的卧室里 雷拉看到了妈妈帮她打包的童年的玩具 此刻她无限想念大卫 当在她怀里时 雷拉感到无比踏实 她给大卫打电话 却在接通后突然没了说话的勇气 只能匆忙挂掉 回到出租屋 雷拉像往常一样 看着自己小时候家人拍的录像带 失落与空虚的感觉今天格外强烈 雷拉鼓起勇气来到了大卫的家 当她打开门时 大卫正躺在床上看书 见到雷拉出现似乎有些诧异 但很快 她就从床上站起来欣喜地抱住了雷拉 大卫与雷拉度过了甜蜜的一晚 当雷拉醒来时 床上只剩她一个人 门外有对话的声音 雷拉寻声而去 在浴室看到大卫正在给她的父亲洗澡 洗完出来的时候 大卫的爸爸亲切地和雷拉打招呼 是个很和蔼风趣的老头子 雷拉看着大卫和她父亲相处的样子 感觉很温馨 那正是她心目中家该有的样子 在此之后 雷拉常常和大卫约会 他们一起骑自行车 一起在沙滩上看海 一起去酒吧喝酒 在舞池中热吻 但是大卫仅仅是离开了一会儿到吧台喝杯酒 就看到雷拉很快又和别的男人贴身热舞起来 占有欲使大卫嫉妒的发疯 是这些天的甜蜜蒙蔽了她 让她忘记了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 雷拉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样子 但此刻她全都记了起来 于是晚上回家 当雷拉又来索吻时 大卫问她有没有和别的男人坐过 你是个当妇 大卫说 这句话使雷拉有些不安 她强壮镇定的到床边坐下 说她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 明明不觉得自己有错 雷拉却对大卫说了很多句对不起 也许他们相遇的太晚了吧 雷拉觉得 如果那些时候都是和大卫一起度过该有多好 这晚 熊熊度火让大卫变得粗暴 激情之中 大卫紧紧的抱住雷拉 让她承诺永远不会离开 大卫和雷拉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大卫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 她本来走路就很困难 坐着轮椅 现在甚至会不自觉的尿湿裤子 大卫一直细心的照料着父亲 但事情总要走到那一天 一个清晨 大卫起床后 发现深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她 这对大卫来说很难接受 她会在任何时刻突然想起父亲 然后不可自已的躺在雷拉膝上流泪 但雷拉与大卫不同 在冷漠的家庭中 她没学会怎么爱人 只能不断的铭记那条教训 要有幸 而大卫父亲离世的这一段时间 大卫对她的依赖使她无所适从 看着她难过的样子 雷拉多想好好地爱她 安慰她 可是她不会爱 只会信 无形的压力笼罩了雷拉 于是在某个深夜 雷拉离开了 雷拉不会明白 第二天早晨 大卫发现她不告而别 是有多无助 所以在雷拉又以求欢的姿态 出现在大卫家 被大卫驱赶时 他并不能理解 为什么大卫会这么生气 但事实就是 当大卫最需要陪伴时 雷拉离开了她 大卫将雷拉赶出了她的生活 雷拉开始变得恍惚 如同行尸走肉 父母离异后变卖了房产 于是雷拉连最后一点 关于家庭的念想也要破碎了 伤心欲绝的雷拉 无比想念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光 她到两个人一起去过的酒吧 寻找大卫 只是她的身边已经有了别的女人 雷拉向大卫袒露自己的痛苦 她求大卫回到她身边 然后两个人再也不分开 但是大卫不能原谅雷拉的不告而别 她的回答是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雷拉从父母家 带走了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 然后在父母的争吵声中离去 当车经过某一条街道时 雷拉看到了一个人 那正是她与大卫出事那晚自己的床扮 雷拉把男人带回了家 她想用性来麻痹自己 就像她从前所做的那样 可是这次 就连性也失效了 雷拉想尽办法让自己开心 她又尝试看着色情片自读 但却更加难过 没有了大卫 一切都让她觉得糟糕透顶 而另一边 大卫也并不好过 大卫拒绝雷拉 因为她觉得 雷拉并不懂什么是爱 可是当雷拉真的从她的生活中消失时 大卫只觉得无比空虚 哪怕女朋友在身边 她心里也不断地想念着雷拉 夏天快要结束了 雷拉在表姐的陪伴下 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她想要离开这座城市 开始新的生活 雷拉的父母是时候要搬出已经售卖的家 这一天 雷拉看着遗忘冷漠的父亲 此时却固执地躺在床上不肯离去 突然感到心酸与释怀 也许是受大卫和她父亲的影响 也许是父亲这个样子太过可怜 雷拉终于放下了多年的怨恨 她上前拥抱了父亲 不知是对她还是对自己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个人也没那么糟糕 在这个夏末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就是表姐终于要正式出嫁了 雷拉骑着自行车去参加婚礼 在小公园守住带兔的大卫 正巧看到她一闪而过的身影 大卫开车追着雷拉来到了教堂 官里的亲友们将她与雷拉分隔在人群的两边 在婚礼后的舞会上 大卫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雷拉的面前 她想向雷拉表白 这次逃避的人变成了雷拉 于是出现了与他们第二次见面时一模一样的场景 雷拉在街道上奔跑 在她后面 大卫紧紧的追着 大卫跟着雷拉跑回了家 雷拉躲进了房间 关上了门 隔着门板 大卫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雷拉 我不会离开 听到这句久违的承诺 雷拉的回答是 打开门 与心爱之人相拥 到这里影片告一段落 雷拉与大卫的爱情结出了甜蜜的果实 不得不说 雷拉与大卫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对于不懂得爱 缺少家庭的温暖的雷拉来说 善良温柔的大卫 正巧可以填补她关于家庭情感的空缺 对于敏感优柔的大卫来说 自由奔放 忠于自我的雷拉 让她可以正视自己的内心 他们就像磁铁的两极 因为不同而彼此吸引 好的爱情就是这样 两个人都能有所成长 希望大家都会遇到能够治愈你的绝美爱情 老规矩 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大妹的解说 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